发出最后的警告 说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提高债务的上限 10月份美国很可能会面临债务的违约 随着日期一再逼近 美国经济危机变得越发的严重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果拜登政府没能在规定的日期前来解决问题 那么美国这一次怕是要撑不住了 根据了解 美国债务已经超过了28.6万亿美元 这把悬在美国头上的刀已经是摇摇欲坠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 耶伦真的是慌了 这次直接对国会发出警告 按照耶伦的话来说 一旦美国资金全部耗光 该国将会迎来历史上最危险的危机 而违约如果成了现实 甚至比2008年的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对于中国及全球各大经济体 都会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 这表面上耶伦对国会发出的警告 但实际上从侧面也是对我国发出的信号 中国作为现在唯一一个经济城正向发展的国家 可以说是唯一一个能够帮助美国度过这次危机的国家 耶伦的这番话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在暗示 中国必须要帮忙美国 否则遭殃的绝对不止美国 还有中国自己 这耶伦的话要是真的说起来 其实也不无道理 毕竟美国债务的上限要是得不到解决 整个金融体系都可能损毁 到那个时候 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都会受到波及 这样的情况确实不是我国希望看见的 但就当前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我国真的会伸出援助之手吗 早在美国国务卿舍慢访华之际 我方就已经明确表示要缓和两国的关系 让中国伸出援手 美国就必须拿出诚意 为此我方还特意给出了两份纠错清单 可结果美国不仅是视而不见 反而是翻脸 又一次加大了对中国针对的打压力度 联合盟友派出军舰军机 在中国周边的军事行动更是更加的频繁 既然美国没有诚意了 那么凭什么我国还要提供帮助呢 现在是美国有求于我们 就理所当然应该拿出求人的态度 当然了 不求助于我国拜登还有什么别的招吗 如今摆在拜登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承担提高或者是暂停债务上限 所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影响 由民主党决定提高债务上限 另一条则是向我国低头 按照中方的方式纠正自己的错误 以寻求我国的帮助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两条路对于拜登来说都不是什么好路 甚至可以说横竖都是死局 前者 这一行为美国民众早就对此进行了斥责 认为这是美国的一个潜在的隐患 并且美国都有78次提高债务上限的记录了 再提高上限必然不简单 后者虽然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美国长期霸占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 在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之后 我国就被美国视为重点针对的对象 这一次拜登要是低头 美国国内的政客会轻易放过他吗 因此无论是哪个方法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但如果说美国的盟友能够齐心协力 帮助这个国家渡过难关自然更好 可现在这个盟友对美国的态度 这一条路也很难走 以上是我个人观点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留言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